大家好 上一课我们一起详细了解了APC 这一课我们一起来做一个APC的测试 好,下面我们开始 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环境 服务器是Ubuntu 14.01 0.1 然后是NXX 就是PHP45.3.29 然后我们是开启了我们的FPM 然后我们这一次要测试的时候 我们是用了CI框架 我们就直接访问CIF框架的index的PHP 然后在这里我们要分别测试的是 我们开启APC跟不开启APC的区别 它的QPS是多少 好,这台机器是个虚拟机 机器我给它分配了一个G的内存 以及20G的音盘 当然我这是SSD 好,然后我们的测试工具 就用我们的C9 C9它有三个参数 应该是有四个 比较常用的四个 第一个是这个并发数 例如我-C 20就是20个并发 然后第二个参数-T 叫做10秒 就是连续测试10秒 然后有个-R 它是测试的这个次数 叫做-20 那么就是连续测试10次 就是这个-R跟这个-T 一般只会存在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-F -F的话就是凭借一个这样的一个URL的列表的文件 它会随机访问 如果我们不传的话 我们如果不传测试单个的URL 我们就这么测试 例如我想要并发10个 然后连续测试10秒钟 然后在这里是填这个URL的地址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工具的介绍 那么我们来看 首先看我们这个服务器环境 有没有打开我们的ABC 好 我搜一下ABC 看 我现在是没有开启这个ABC的 对吧 那好 那我们来看 我们这里开启了这个PHP FPM的 对吧 好 我来执行一下这个测试 首先我并发10个 我直接测试CI框架的这个index的PHP 然后连续测试10秒钟 我们看到的KPS是多少 好 我执行 这个因为我是连续10秒 稍微要等待一下 看出来了 我们看QPS就看这行就可以了 是1.44对吧 好 我们做个记录 就是没有ABC的时候 而是144对吧 好 我们连续测试 我们连续两次测试 当我们开启ABC这个扩展的时候 我们也是连续测两次 这一次是143对吧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操作 就是开启ABC 来 我们修改一下我们的这个RNR文件 我在这里已经 找到ABC这个扩展 好 我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 如果我避免上次做测试的缓存 这个OP code 对吧 那我来重启一下我们的PH 然后重启一下我们的这个NGX 好 那我来看 现在我的ABC扩展是否开启成功 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开启了 对吧 ABC的版本是3.1.13 我们这个也记录下来 那我们同样的测试 也是测试这个URL地址 还是并罚10个人 然后测试10秒 好吧 来 我们稍微等待 可以看到 它出来是514了 对吧 QPS成了514 来我们继续第二次 你看 这一次它出来的结果是539 那我们开启ABC扩展之后 QPS由140多变成了500多 而网上大多数是30%的提高 这个我只看了QPS一个指标 没有看其他的 对吧 好 假如我们现在把这个并罚数提高 那我重启一下 把NGX跟PHP重启 重启之后 我把这个并罚数提高 我还是测试10秒 我提高到20 我看它这一次出来的QPS是多少 现在我们是开启我们ABC扩展的 还是515 也是500多 对吧 好 我们这里区分一下 并罚20 连续10秒 还不是上面是并罚10 我们下在这里 并罚20 连续10秒 然后开启ABC 没有开启ABC 未开启 我们现在是515 对吧 我们再来一次 这个时候看它能达到多少 这一次是523 好 来 我现在关闭我的这个 ABC 重启 压 好 PHP跟NGX我都重启了 然后我再打看一下 那已经不存在我了 对吧 已经关闭了 那我再重新压一下 我看它这一次是多少 注意我这个测试我没有做任何的内核优化 包括同时打开的文件数 我都没有做任何调整 好 是140 我第2次 我第2次 应该也是140左右 不会高太多 也不会低太多 看是140亿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 开启ABC扩展 跟未开启的时候 它的这个 会别死 对吧 我因为是一台虚拟机 我就没有去做 太大的压力测试 我们只是这样看一下它的QPS 在同样的并发情况下 对吧 区别很明显 所以跟网上说的这个30% 可能跟各个条件 不一样 它的这个结果可能还不一样 比如大多数服务器 它都不会是SSD的 对吧 并且大服务器上的内存 还有这个PHP的进程数 这个都有一定的区别 而我在这里 我是完全装完之后 我没有做任何调优的 你看我的这个 PHP的这个进程数 你看我开了多少 好 好 说错了 重来一下 4个 对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里面没有 没有调的 我就把日制打开了 其他的我都没有 没有任何的调整 相信因为我这个PHP这里我还可以做一些调整 做一些优化 对我们这个QPS提高有一定的帮助 对吧 包括我服务器内核也可以做一些调整 好 这一刻我们就到这里了 我们看到了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测试结果 对吧 好 我这里就不止 我这个环境测出来是不止30% 对吧